《扶貧致富》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歡迎回來《不對說到對》 今集沒有記載是46集 亦是Wokie去了馬灣去玩 陳志豪不知去哪 所以仍然主持都是我 不過不要緊 那兩位主持只會拖低節目的質素 今日為了拖高節目的質素 請來年輕的子女 最近這幾集 不知你有沒有留意 我都請來年輕的 例如葉正順 例如曉晴 例如黃之鋒 今集請FanLin 大家都認識 沒有人認識 沒有人認識 有看我們節目的人都認識 寫文年 人民力量的粉絲 很喜歡看我們節目 我發現請了寫文年的人 例如Penny 特別多人看 人民力量更多 我看到你的頭 是否橙光了 有甚麼寓意 事緣是6月26日 就是人大釋法的12週年 為了聲援內地來港的家庭 因為他們 因為人大釋法 竟然不能夠在香港一家團聚 既然家庭團聚是基本人權 世界人權宣言都寫得很清楚 白紙黑紙寫得很明 而且中國亦有簽署 雖然沒有落實 但亦是簽署國之一 而世界人權宣言的其中 一種文字 當時簽署的其中一種文字 就是中文 既然作為一個中文的使用者 世界人權宣言曾經有中文的簽署國 使用中文的簽署國 但竟然這個政權公然踐踏 自己曾經簽署過的世界人權宣言 這樣的時候 我認為這個政權是無法無天 我亦跟隨阿金浩網神父 替頭抗議 剛剛在七一之前 我亦希望用這個方式 鼓勵更加多人的車人走出來 這是內黨團聚人士 現在放寬了 成年人都可以明拿走 不知道每日有多少位 現在你們進入抗議 是抗議甚麼 有一些內地的夫婦 兩位都是內地來的 我不是排斥他們來香港 當然我沒有什麼意思 而是他們應該是 後於那些 爸爸是香港人 媽媽是內地人 或者是爸爸是內地人 媽媽是香港人 等等的一些家庭 他們既然有其中一個 位父母是香港人的時候 他們的子女也應該是 優先考慮過來香港的 但是有一些是有錢的人 就是用他們的錢 來投得一些私家醫院的床位 從而拿到一些居港權 他們就拿了香港人的名額 政府也製造一個恐慌 就是如果被那些人 過來團聚的時候 還有很多內地人 上百萬的內地人 湧來香港 當時香港有六百萬人 現在也有七百萬人 如果是家庭團聚的 他們是行使已經有人權 有甚麼理由政府 要製造這個恐慌 令香港那些本開人 和排斥那些 六百萬人團聚的人 我覺得這個現象 是非常不公義 亦是非常不合理的 即是你們主要是爭取 如果是父母時能一方 是香港人 他們的子女可以自由來香港 而不需要受到限額 的申請還是怎樣 是不應該受到這一類的限制 因為始終家庭團聚是 他們的基本人權 無論在哪裏都應該團聚 你又怎樣看 現在就說 來港產子的婦女 一刀切就說不讓 即是今年名額就滿了 無論你是父母 雙方都是內地人 或者一方是內地人 另一方是香港人 都不讓你再下來 在香港生孩子 即是那些大逗婆 即是你們又怎樣看 這個政策 其實會否有些歧視 一些到內地取妻的廣男 其實在內地取妻 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 如果是其中一方 父母是香港人 他的子女過來香港 大家一起住是完全正常 亦是完全合理的 有些比較上有錢的人 用錢買香港人的身份 即是香港人的身份 是可以用來賣錢的 但是他們用來賣的錢 不是入在我們香港市民的手裡 即是香港人很公利 即是覺得 那些人下來香港是拿福利的 或者是貪我們自由 民主少少 他們自然地覺得 香港人這個位是輕鄉些的 突然間有一班人 兩方都是內地的 香港人就會有一種 很自然的 排斥的現象 而且他們生了子女 拿了居港權 有些是上了內地 有些被子女留在香港 問題是他們是香港人 他們有權拿香港福利 理論稅亦有投票權等等 問題是 這班人是人口上的不穩定因素 你怎樣預算我們的教育名額 他們會不會來香港讀書 他們會不會使用香港的醫療福利等等 如果是說 大哥你過來拿福利 我不讓你們拿福利 如果我用這種思想 我就索性 這些人都踢走了 垃圾 但問題是 作為一個 認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人 我認為全香港的市民 都應該享受到 我們香港現有的福利 有一個更好的福利政策 我就想有更多的人 可以公平地享受福利 問題是 你要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福利的時候 政府就要有適當的預算 這班人 這班小朋友應該怎樣預算 他們要不要來讀書 我們怎樣預算我們的教育資源 以及我們的教育政策 我們那些政黨怎樣 搶奪這班這麼年輕的票員 我講到再政治再公理一些 這班人 我們應該怎樣處理這班小朋友呢 他們有居港權 他們可以拿福利 他們可以來受教育等等 我應該怎樣預算這班人 這班人是不能計劃的 這班人是怎樣去處理他們呢 內地的人士 來香港產產之後 有身分證 對人口政策有很不穩定的因素 但現在有個奇怪現象 就是 無論你 你爸爸是香港人 只要你媽媽是內地人 即是他們在內地大途 他不是跟香港人的父母一樣 譬如我父母也是香港人 我可以在香港管立醫院 產子 但如果你媽媽不是香港人 而是內地人 他不可以同時 媽媽也是香港人的 他一樣排同一條隊 他們是要跟回內地人 即是父母也是內地人 排同一條隊 即是你覺得公不公平 即是現在人抗議 即是周一駕車面前跪在這裏 即是說 希望政府可以 亦都可以公平對待一批 父母或是香港人 內地的孕婦 即是你又怎樣看 其實歸根結底 為何那些人要湧下來香港 只是追求香港人 無論甚麼方法 內地婦人就是為了 令香港男人搞大自己的肚子 下來下來 有不少人有這個想法 當然也有珍愛等等 這些因素我們不要說 但問題是有甚麼原因 令那些人 死都要摸下來 拖男戴女 易得連岸褲外帽都帶來香港 就是因為內地政府 是甚麼政府 這是甚麼國家 那些人為何要摸下來香港 就是因為我們有得搞的政府 你試試在內地 有一位仁兄說 薄熙來食屎在微博打了一句 這樣被人勞教幾年 你在香港我們叫林公公 叫阿曾蔭權 問候范婦人 這些達官貴人 我們當眾當街 22萬人上街都可以 這就是香港這麼多人 湧下來的原因 我相信是其中一個大原因 所以如果說公不公平 這個世界哪有說絕對公平 就算美國 英國民主也不會說絕對公平 但問題是我們應該令到 不單止香港社會 更加令到內地社會更加公平 因為你說如果內地不結出黨專政 如果不是民主化 令到人道思想更加得到全揚的話 這個問題永遠不會解決 即使堵截了這個漏洞 這方面的東西公平了 自然會有另一個問題出現 這是一個很社民的成員的說法 因為好像Woky每次都說 無論說甚麼問題 我們都可以賴到政制問題 賴到的源頭 很多政黨就說民生還民生 經濟還經濟 政治問題還政治問題 分開 你們可以把現象分析 原來是來自制度 不二或者不公平 而出現了很多民生的問題 例如為何這麼多人來香港 還有些原因 因為香港治安安全一點 食物也安全一點 不是怎會這麼多人破奶粉 是的 就是因為內地有毒奶粉 之前未有3、6奶粉 之前我們香港的奶粉哪有這麼貴 哪有這麼難買 就是因為有3、6奶粉 還有些地溝油 前幾個蘋果有賣燒尾 原來都不安全 很骯髒 你說如果在香港買了毒奶粉 之前有一段爆出毒奶粉 3對清安的時候 食環處那些很緊張 很快就搞定那件事 如果你看內地趙連海怎樣 被人怎樣對待 那些結石寶寶是怎樣 你們可以看到 為何香港奶粉會這樣被人搶 連香港的奶粉罐被人收拾 都可以拿來買10元一個 之前傳出來說 原來就是拿香港的奶粉罐出來 裝一些毒奶粉 還是假奶粉進去 香港奶粉罐都值錢 你想想 內地有很多問題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內地一黨最專政 衍生很多民生經濟的問題 但我們身為香港人 我們在香港 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內地的政制改革快些 甚至內地共匪的政權團 共匪的人叫他們搶回來 打回來 共匪政權怎樣落台 如何促進內地民主化 其實你們有甚麼想法 你們可以做到甚麼 其實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進攻中聯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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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令到內地 推行民主局 加深之下台 這個是 一個象徵性的行動 我們香港永遠都是做這些象徵性的行動 我們維園燭光 舉了在這裏 就是永遠在中共心中的一根廁 既然如果是說 再進一步 內地現在都有些進攻政府大樓 毀壞的火燒政府大樓 炸到檢察院等等 都有這些 我們香港人可以進攻中聯辦 衝入中聯辦 撞開它去填索 意思是否就是進攻中聯辦 是象徵著對中共的暴政的嚴重抗議 你在外國都見到 希臘都試過攻入國會大樓 就是唯一不滿他的財經政策 這個是在外國都已經有很多先例 我們香港其實都可以做 譬如我們香港真的有一天 明天被我們進攻中聯辦 衝開他的閘 進去搏爛他的家司 這樣不一定有刑事毀壞 即是攻進去 叫一下結束 燒一下黨旗 我們有溫和理性 我們不會用刑事毀壞任何事情 我們進攻中聯辦 也要有香港特色 不要打爛這些事情 香港人就很注重表面的包裝 如果整個中聯辦都懶惰 始終人覺得 哇 你是刑委 你是報民 即是我們可以在那裏貼貼紙 即入了中聯辦 我們貼貼紙 中共已經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象徵意義 但內地的新聞自由是很封鎖 就算真是被我們進攻中聯辦 侵佔它貼完貼紙之後走了 但內地人民也不知道 那怎樣可以令內地人民去仿效 其實它是有封鎖 但有些人會翻牆 翻牆之後 哇 香港人厲害 進攻中聯辦 即是那類事情 你無論如何都會傳 無論如何都會有人知道 而且也有霸佔性的新聞 而且 其實 其實中港兩地 我都跟內地的網友溝通過 他們 思想和香港的思想是很不同的 是 有時香港是 並不能 並不是必然可以跟內地人民 結合在一起 1989的時候是非常罕有的契機 這些是可遇不可求的 其實 你說香港進攻中聯辦 是否有一個直接的影響 我就不見得 但問題是 我們的抗爭方式是應該最一步升級 因為這個政府對我們的壓迫 對我們打壓已經不斷升級 你看看體保機制 23條都放在桌上 我們只是出來遊行示威 喊兩句真人權媽媽 臨上糧食屎 就這樣就算嗎 不是 我們圍過立法會 搞到鄭宇華滄亡出逃 但我們仍然都是一種 比較上消極一些的方法 我們應該是主動出擊 消極是否意思是 不要只開了 經濟會喊口號 這些是抗爭 這些簡直不是抗爭 你們進一步的意思是否 例如留守區政府 訓馬路 就是你們口中 訓馬路為正中 然後被人抬 已經有很多朋友都想過 又跟遊行之後走了有甚麼分別 因為這些政府這些政權 你撞開他們集入去貼貼 其實也是一種行動的升級 對 即是我們跟政府說 我們做過一次可以做到第二次 我們衝過一次馬路 塞過一次馬路 做一次又可以做第二次 我們公大樓也是一樣 我們應該是 即是行動升級 但升級是升到到甚麼程度 即是你認為即使留守政府 訓馬路 都仍未夠高的級數 是嗎 未夠高 完全是小學雞 小學雞 說這些是抗爭 去到外國 只是笑大人的口 你們 即是你們想 你的級數是去到甚麼程度 是否真的進攻中文化 進攻政府的總部 這個是 對我來說是一個 比較高級數 但問題是 我甚至聽到一些論調 是說去到最高級的暴動 和革命 但我覺得 這些是我不想出現的情況 這些是我不想出現的 但是 以現在這樣壓力煲的情況下 我覺得是 越來越有可能 但我再強調 我是不想見到的 不想見到 因為一個和平的改革 是所有人都希望見到的 就好像甚麼 真班子下台 要這個政府向民意負責 那是最好的 通過一些和平的示威手段 和一些非暴力的佔領 好像 Gene Sharf 之前說過 198種方法 其實進攻中聯辦 就是其中一種 是的 你說如果有暴動 即是跟警察對戰等等 這些是 對於社會的安寧 構成很大的衝擊和影響 包括我在內 都不是很多人想見到 哇 整個社會都亂了 雖然未至於遍地菠蘿 但是 對我們的日常生活 會構成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已經不是去到一個 單純或罷工等等的地步 某程度 你認為現在 很多時候有人示威 七一、十一 之前的裁政預算案 六四之後 都有人會繼續去 就是 侵佔 留侵佔馬路 留守 你是否因為你 之後被警察清場 抬你走 是否認為這些方法已經沒有效呢 我覺得是將示威者 陷入一個 任由警察 載割的 一個程度 一個地步 因為 你在那裏 躺下 被警察抬 那 示威者 當中 會受到一些 警權的無理侵犯 他是將整個人 置於一個 毫無保護的狀態下 你相反 你說 我留在中聯辦入面 假設真的攻進去 留在中聯辦入面 找一些鐵鏈 鐵馬好 塞住他 門口等等 中聯辦入面說 我要求 讀出聲明 要求中共 立即結出一黨專政 什麼 平分八九 民運 什麼 公心理棒 我們本身那些口號 叫中共交出權利 否則我們不找 我相信 凡是支持民主的朋友 都會支持我們這個 進攻中聯辦的行動 因為這個 我們針對中共 我們不是擾亂社會安寧 因為西環那裏 因為中共的存在 那些警察在西環 中共的中聯辦那邊 是圍了鐵馬 那裏本身做批發的 後來都被搞成死性 我們第一 不會影響到公眾的安全 第二 是純粹針對中共 第三 是表達我們對暴政的強烈不滿感解 這是一個 不會虧張的行動 我姑且稱為 即是 即使行動 如何升級到最後 都是喊一下口號 即是 即是 入到中聯辦 會否火燒中聯辦 即是 即是你說火燒中聯辦 我個人認為 極其量 都是被人說中火罪 即是 即是 都沒有甚麼 即是 即是我們付出的政治代價 是很小的 是 是 但我少質疑 會否真的有效 因為平時我們 都是喊一些口號 即是 即使你心目中 要進攻中聯辦 整條鎖鈴 撞到閘 但最後都是喊口號 對方 第一 他不會鬆你這些口號 即是當你發瘋 第二 可能行動是激烈了 但會否 平時我們香港人比較溫和 會否令到香港人 會爭取更多香港人的支持 甚至去參與 其實 如果是真的參與我們的話 我們不需要做任何事 他們都會參與過來 而且我們做的事 要爭取更大的迴響 令到更加多人的注意 只能夠爭取更加多人的注意 如果他說是認同我們的話 是靠他自己 覺得 嘩 這群人衝了 是的 這個政府那麼衰 真的要衝他 那些人自然會出來 是自己出來的 但是 你說 喂 他出來和我 劉手政總 那個人本身就不想被人抓 你怎樣勸服那個人過來 被人抬 其實 是靠那些人自然出來 我們勸不到 我覺得是勸不到 其實是想透過行動的升級 爭取更加多注意 會否 你現在訓馬路 劉手政總已經是 爭取不到更多 人們不會再注意你 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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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你有甚麼行動 叫人們不要再訓馬路 不要再留守 會否去想其他抗爭的方法 但是 你知道 這些可能是你個人的意見 譬如社民連和其他社運的人士 他們有沒有和你差不多的想法 即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曾經和一位網友談過 他說想見到暴動 我當然不太認同 但我也尊重你的意見 因為 其實有些時候 我見到這樣的官員 死賴不走 我真的心想 其實是否暴動才有效 我曾經有這樣的疑話 但你說如果暴動 整個社會都要付出很大的代價 我寧願取而代之的就是 罷工、罷課等等 對社會沒有那麼大的傷害 只是會傷害到一些 理事力牆那些人的利益 如果說是罷工 即到網友就有暴動 其他你所接觸的社運人士 有沒有同一種想法 就是想在之後的日子 行動會有些升級 不要只是衝足去對面馬路 不要只是躺在馬路 因為你說如果躺在馬路就算 然後有時警察會誣衊你襲警 諸如此類 我覺得這樣是不值的 很不值的 之前金英那次也是 我都覺得其實挺不值的 你是對於共產黨這個政權 是沒有一個實質的影響 你不會落到他的面 你不會說 真的影響到他 所謂他自認為的地位 我意思是 有沒有其他社運人士跟你想法差不多 想將行動升級 我之前在臉書打過 也有人稱讚 如果我是稱讚 做我的理解也是認同我 也是有人認同的 但我覺得 這也是我個人的想法 我覺得社運人士會否敢做 也是另一回事 我亦不會跟黨說 真的敢做 不會建議 不會建議 始終香港是一個極端保守的社會 你理想的行動 你理想得到更多人注意的方法 便不會實現 如果你不嘗試透過律動術 透過勸人士跟你有同一種想法 始終實現不到 吹風 靠師 靠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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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7日 人們說 7日 當晚你有份他留守 是嗎 是 有份突然衝出去對面 他密碼路 是 後來警察說 拘捕人 我便和媽媽離開 你和媽媽離開 社會有很大的迴響 有些人說 就支持 有些人認為 正如你所說 都沒甚麼用 即是是對面 對馬路和你 侵佔王后大道宗 或是你侵佔江樂道宗 效果都一樣 最後都被警察請出人 上一種說法 就突然間 侵佔王后大道宗 都可以 因為警方便封了路 巴士改路線 車改路線 在警方預期之內 突然間侵佔江樂道宗 是預期之外 即是他們沒有走到 那條路線 而叫司機怎樣改道 即是對交通 真的有很大的影響 即是看事 司機說 你進去政府總部便算 為甚麼要佔我 我們馬路 然後有司機 這樣很離譜 甚至高志森說 這些是一些失敗者的行為 即是你又怎樣看回事後 又怎樣看回各方的回應 他説在政總 全部都是警方的預期之內 亦都是政府的預期之內 而且我們預期之內的政府 亦都不會聽我們說 第一真釀權不在政總 第二林公公人不在政總 整班狗官都不在政總 我們在那裏留有甚麼用 而且是我們留在政總 他們不會聽我們說話 而且我們亦都好像上訪的冤民 去北京信訪局那裏 結果都是被人抬走 他的道理是一樣的 跟訪民的道理一樣 後來警察也不讓我們去政總 好像截訪 好像內地的截訪一樣 那道理是否衝到呢 衝到正總 衝到正總 不可能 而且我們衝到上去都已經很累 那是二手難攻的位置 一些害怕人民的政府 才會躲在那個位置 那個重兵駐集 衝到機會是可以 衝到又怎樣 然後我們便下來 整班人下來 在理事力場談 去側臣道 江樂道那邊 然後我們便衝過去 我們便要我們的訴求 得到有效的表達 是要全世界都知道 我們要真任權下台 即是江樂道中 林公公都不在 特首都不在 但你們照侵佔 照躺在那裏的意思就是 都想有更多人 因為你侵佔了一個 未封鎖的馬路 而且抗議警權過大 那最後得出來的效果 你們滿意嗎 其實我覺得這個效果 不是很滿意 我覺得我這種侵佔馬路的方法 最初就說 是的 剛剛好 警察又用胡椒拍摸等等 那些人說 是的 因為這麼不公義 所以他們衝出去 我們衝多幾次 那些人便說 你們衝馬路有甚麼用 政府便不下台 還要塞著這條路 阻礙我回家 有些人甚至我見到 有些論調便說 你們擊我都贊成 但是你們這樣衝馬路也沒有用 還要阻礙我 即是說 你們這些人沒有用 推不掉 政府之餘還要阻礙我 那些人便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 我傾向就是這樣想 第一 第一 真的要很切實地影響到政府 我覺得這個方法就是要針對政府的幕後黑手 那個幕後黑手是誰 就是中共 我們針對中聯辦 我們林鴻友也好 甚麼都好 甚至火燒中聯辦也好 社會上反而支持民主的人 對我們的反感不太大 因為這是中共 他是用坦克車去屠殺人民的兇手 我們無論如何對付中聯辦也好 很多受到的反對是比較低 比較少 而且西環的位是要坐港鐵去上環再搭叮叮才到的 影響到的人更加少 即是一個效果又大 付出的政治代價又低 我覺得說進攻中聯辦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就算你攻不進去 你至少做這個動作出來 都可以有一個效果 即是進攻中聯辦比躺馬路 侵佔馬路好 當然這些都是時候的看法 即是事前你未試過躺馬路 未試過侵佔光樂道中 都不知社會的迴響 都不知效果是怎樣 當然這次得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個人看回輿論 看回平時市民的交談 效果不太理想 因為人們都見慣你 躺馬路 始終政府是不會跟你對話 都是清場就算了 只不過你清場的時間可能久了 之前早些就可以清場 現在就久一點 但始終得出來的結果都差不多 在進攻中聯辦、林雄友 這些可能都想過 第一影響不到人 第二 在進攻中聯辦、林雄友 這些方法我覺得 上任人士可以想想 大家可以一起商討 你都可以建議一下 網上 我這日看網上 好像說 你說你不是很服陳雲 其實這件事是怎樣 這件事就是 有一個朋友覺得 陳雲想做軍師那類 他亦對社運界發表很多議論 有一些是 很有港獨的感覺 因為陳雲提倡一個香港自治 不是港獨 不是港獨 是自治 即是 香港自治 即是港獨 很涉張 很涉張 有些人說 香港當然是背靠祖國 有些人覺得 香港和大陸民運不分 不可以分開 發表這件事 是虧張 真是虧張 對於我們的社運 我們已經是 比較少人支持 還要虧張 我覺得 真是不值 你認為陳雲提倡 香港自治運動 只會港客 就多於可以爭取到他支持 我看有大約百年人 都派香港自治運動 是否單張 是否 法國其實都有他的市場 是 見到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覺得 太厭惡中共 你中國政府 不要理我 我也覺得是的 因為獨裁政府 有甚麼權利去理香港 這問題是 始終中共是分不開 而且 你說香港自治 在實際上 也是不可行的事 你說現在 你看我們香港特色的陰點 出來犯婦人 幾個拿出來選擇 沒有普選 直接由我們強力來干預我們香港 而且這個自治 只能夠留於空談 不可以說 用來做一個實際上的行動 我們香港政府也不可能有自治的能力 提倡這些事 我覺得有甚麼用 正如我們 沖馬路有時又有甚麼用 陳雲是否想做社運界的軍事 提出自治運動 是一個給大家參考的方法 我看到你們現在比較年輕的抗爭者 會否你們 你認為 聯絡一輩的抗爭者 上一代 像陳雲 陳雲先生之前都說有抗爭過 但論抗爭經驗和持久 內力 是不及得長毛和李翠仁等等 雖然說 李翠仁那種保守的作風 我不太認同 但始終他有相關的經驗 也比較豐富 而且他對工運 工人方面的認識 也非常令人敬佩 而且加上長毛 他是一個 維持著他做 他臨敵應變 他對於現場的判斷 好像 我那時睡馬路 整個情況很亂 就是因為很多人同時站起來 不知是推一撞 有一個女生甚至差點被人踩 幸好我和 有一個女生我不太認得他 那時情況很亂 我和另外一位女士 就一起抽起那個女生 那個女生其實都嚇到呆了 他起不到身 害怕起不到身 那個情況亂起來 你是反應不到的 你要衝 坐馬路 你要看著旁邊 有甚麼事發生 警察會否忽然過來 推人 噴胡椒 你要看實 還有你坐馬路 當你不肯定的情況是怎樣 你千萬不要緊緊對腳 你聊天 商討戰略的時候 有些警察會有些超強 摄聽器 那些收音器 其實應該有些人 唱歌 搖樂器 是需要的 因為要干擾他們摄聽 有些人甚至可以捉 一些便衣出來罵 捉一些便衣出來罵 不是說要侮辱便衣那麼簡單 你還要製造一些聲浪出來干擾他們的事情 譬如聽說 我們衝到側臣道好不好 剛好旁邊就說 你這個便衣在出賣我們香港人 你愧對香港人 你愧對中國人 那你便可以做一個干擾 其實捉一些便衣出來罵 是一個戰略的需要 我們的目的不是罵他 這些是否長毛搞 是我們自己在現場摸出來的 沒有人可以教我們 即是說你對於抗爭的實際情況 那個戰況 在電腦面前寫文 做鍵盤戰士 或者在某些地方說兩句 在接受群眾歡呼等等 那類人 真的衝一下 那時你要出慣來 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細節要注意 便衣在游來游去的時候 你要認到哪些是便衣 哪些不是便衣 你都是習慣來的 你才會明白才會知道 而且你真的衝出來馬路 那時 第一你衝的路段 不能太遠 那時我衝的時候 我是拿著幾枝直翻的 幾枝社民燃的直翻 四五枝的 我背後還揹著幾枝水 有些人拿著糧食之重 有些人體型比較龐大一些 有些比較中老年的人 甚至有些經驗上淺的朋友 有些人手上大包細包拿著大聲攻 你不能衝太遠 你考慮範圍 你走一條路不可以太長 你跑的時候一定要快 還有你逗留在一個地方 聊的時候 我覺得最佳時間是不要超過15分鐘 因為你坐在地上 加上你經常遊行 又是晚上 通常餘慶節目送給政府 都是晚上的 你玩了一整天 搞了一整天 叫了一整天 那些人很累的 如果你在一個地方 坐了太久 坐了太久 那次我衝側神道就是 整班人坐在那裏 好像都半個小時有多 那些人估計 那些人又睡了 又吃東西 又喝水 都放在那裏 整個人都逃了 然後忽然間說 一二三 來 一二三衝 整個人是未準備好 所以我拿著幾個席 回去衝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整個人就快要散 你通過不斷的抗爭 不斷的衝擊 有很多這類的經驗 我看到很多便衣 那些狗的招數 看了很多 而且那些 每個不同的組織 都應該有些代表 有一部手機 即是另一部手機 不要說iPhone 下載的程式 會有人竊聽 那類的東西 就是那些老爺機 在鴨寮街 可以買一些 即時買一些 中港通 那類的電話 不會被人竊聽 那些完全是新的號碼 又可以即時和人聊天 說話 或者 為何我們經常 那麼虧張 說給警察折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制高點 我們可以派朋友 扮龍友 在天橋頂拍照 其實說 哪裡沒有警察 那類的東西 即是可以做這類的事情 通過不斷的抗爭 你會發現 我們可以做多這些事情 我們這方面的論述 通過不斷的抗爭 又完善自己 是 剛才看到好像有很多策略 有些人經常說 你們是沒有策略 亂來 其實不是的 不是的 如果有參與過 或者聽你們去分享 真的有很多策略 有很多戰術 上次都不會突圍到 即是侵佔到光樂道宗 其實今次侵佔光樂道宗 就是總結3月6日的經驗 我們現在總結 那時候的戰術經驗 咦是呀 我們又可以這樣做 如果下次真的要衝 真的要做的時候 甚至乎我們說 看回我們衝馬路這件事 我們先不要說衝哪裏 衝馬路這件事 在社會上 我們付出的代價是大 但我們得到的成效是小的 我們應該想一下 下次衝哪裏 在我個人而言就是衝衝亂辦 即是要透過每一次行動 去累積經驗 但有時候你說 可能有些人不陳雲 好像這樣 以前年輕他有份去 現在可能老了 時代不同 身體可能精神都未必去支撐 可能他轉了角色 由行動者變成一個論述者 即是有些人在前面衝 有些人寫文 行動論述是相互相成的 大方向 即是你認為要行動 要論述相互相成才有效 即是如果只寫文 例如在大方向勸入的人這樣做 即是其實如果說陳雲先生 他有一個非常高的知名度 也有一班粉絲 他可以做一個輿論的引導 即是是 即是 那需不需要 個個有輿論 即是做到陳雲這個級別 不是個個都做到他的級別 所以說 如果說輿論引導 在我而言 我覺得他這個角色是非常之好的 即是突然他這個角色這麼好 他在前線參與不參與 是否真的這麼重要 前線參與 我覺得說 如果真的走出來曬 那些都已經叫他前線參與 我相信陳雲先生應該有他 即是沒有那些人說 即是沒有那些人說 你好像不服陳雲 那樣都沒有這回事 即是你說 如果要一個領導者 有一個領導者出來 我們衝去哪裏 即是現在內地有 經常出現這種情況 就說我們需要一個領導 去領導我們的中國民主運動 我們一起去打倒這個共產黨 我經常問內地網友 為何我們需要領導 為何要有一個領導出來領導我們 代表我們 為何我們不可以代表自己 說回我們自己要說的話 那些內地網友就呱一呱 他是呱一呱 因為他們習慣了 沒有領導不行 會死的 沒有領導 即是我們現在在香港社運界 就是絕不能有領導 或者是領導組織 我們曾經有位網友跟我說 陣前民主很煩 你一下就足以決勝負 我覺得香港警察是不會忽然間 在我們聊天的時候 忽然間衝過來捉殺我們 他不會忽然間這樣衝過來捉殺我們 你說在內地情況不同 我們說我們香港的民主運動 那個環境是足以做一個完全直接的民主 是白樓、藝術公民、社記等等的組織 可以圍在一起派代表出來談點數 是這樣的 不存在一個領導說 我們去甚麼甚麼 我們操去側身道 是大家談好了結果 是連我這個小小小 都有人問我意見 下一步行動要怎樣 我們小聲點沒有被Bee聽到 竟然是有人收集我這些小小小的意見 你可以見到完全尊重一千多人 100%都能夠參與 但另一邊商 他們不是100%的人都能夠去參與這個決定 決策上應該是所有人都有權去參與 你肯不肯去參與 你如果覺得自己說 我這些小小小小怎樣去決定這甚麼甚麼 怎樣浪費時間 我這些小小小小還加把口碼浪費時間 不是那麼好 決定錯了怎麼辦 很多人都有這個想法 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 但問題是你既然是群眾運動的一部分 你就是這個運動的其中一分子 為甚麼我們沒有權去說 我們一定有權去參與這個運動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要看低自己 不怕 你也要浪費多些時間 效率不用那麼高 都要每個人有份參與 但現在是幾百人 如果去到兩千多人 數到兩千多人 數到時間便要跟下去 那你覺得是否真的可以 去到兩三千人的時候 是否真的可以 每個人一起來談 還是 那你便可以派一些組織出來 有公推的代表 代表 代表 大家的代表一起談 談好數 因為整個形勢 就是你不談好數便不行 如果你說在一些國會議會 談好數便不要緊 那就繼續談 拉布 可以的 但問題是你陣前的話 你一定要談好數 有這個因素 有這個壓力 你無論怎樣 都會談得怎樣 但那幾座代表 會否就是 後來就變成成影道 即是 每次都 這幾座做 那這些代表可以更換 即是可以更換 是可以更換 你想想藝術公民 有甚麼可能 整群這麼獨立的藝術家 有甚麼可能有一個代表 可以永遠代表他們 不可能的事 八樓他們這麼獨立 也不可能有一個永遠的代表 審明年那個主席更加不用說 可以更換 那次都被人倒閣 差點更換 這個是一個民主的體驗 因為每個代表都是民主選舉產生 那你覺得由領導去帶領群眾去運動 有甚麼不好處 即是由一些選出來的 即是我們香港有兩種抗爭方法 有一種就好像你們一樣 即是很民主 每個都有份提議見 每個都有份去討論 有一種就好像人民的力量 即是當晚他們都有份去衝 去佔據馬路 是吧 他們就是比較領導性 即是由毓民和大狗 以及幾位選民的力量的成員 即是去帶領一些人去衝 帶領一些人去走 即是他們的方法 和你的方法就很不同 即是他們比較有紀律性就大些 規模性就大些 即是說好像粗兵一樣 一種機械式的操作 上面前面的人吵吵吵 因為如果你說 即是後面的人他怎樣做 但他們這種方法有甚麼不好處 如果作作愛搶的人是沒有一個參與在 雖然沒有決策 而且他們的人數都是我們一倍 但如果實行完全民主的時間上 都是比我們多兩三倍 加上有些人不發表意見等等 真的參與決策的人可能只有幾百人 跟我們這一頭的人是差不多的 那兩千多人突然說 我衝我怎樣怎樣怎樣 有些人說很惡意 我應該怎樣做呢 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是呀我以前很多次衝擊 經常都試過 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是衝的啦 是呀 那你便對這些人的反應 是衝的啦 完全沒有心理準備 那這班人便是弱的兵 弱兵 你強兵是甚麼叫人強馬壯 就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做甚麼 但你如果沒有參與決策的人 是做的啦 那你便不知道自己做甚麼 為甚麼而做 如果是領導帶領後面一些跟隨者 即是不要說對他跟隨者是仿效者 其實力量那一邊 有很多人是未必認同力量這個組織 只是認同他今次的行動 那他領導性那麼強 那這一班自發參與的人 他便說 哇大哥 我自發參與來 你為甚麼說領導我 這樣去指我衝邊 指我衝那裏 是啦他有很多人時候都發表了意見 我不是在現場 我轉述一個現場的人士 就說 哇我去到理事力場那裏 忽然間說解散了我們 即是我們本身坐在這裏 我們不走的了 我們立即在這裏 真正權跟我對話 他們本身是有一個熱情在這裏 哇我們這麼淡 二千多人在這裏 然後忽然間說 不可以拘捕的就走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不想被人拘捕的就先走 對不想被人拘捕就先走 或者累沒有時間就先走 那說了你流到這麼晚的人 怎會累 怎會沒有時間怎樣怎樣 之前有位網友就說 喂其實去到那裏 那裏的人已經沒有甚麼士氣 但我覺得 有必要主動的人走嗎 如果他是走的話 他自願就走 他會自願走 我看法 他作為一個他領導 即是 即是給了警告 一些跟隨者說 如果我們再留稍為 過半小時 警察就會清場 即是給了一些心理準備 也不是說事 也是好事 即是走不走的人 就住自己的情況 安全 即是自己去選擇 但二千多人 警察是怎樣捕 我覺得二千多人怎樣捕 怎樣鎮壓 但如果 很難鎮壓 去到準備清場 有些人未必有這裏 心理的準備 即是他又告訴別人 先 都算是一個負責任的行為 那一刻他是負責任的行為 但他在灣仔 你整條路都封鎖 好 我們後面的人想去政總 你整條路都封鎖 那你便不尊重後面 走去中環的人 他如果說大家力量 社民鏈 整班人一起走去中環也好 留灣仔也好 甚麼都好 加上力量幾千人 加上我這千多個 完全知道自己做甚麼的人 是三千多四千人 一起去到中環 留政總也好 哪裏都好 都封鎖路也好 有幾千人 可以結合在一起 但如果在灣仔 封鎖路 前面的隊 走得很遠 人龍便疏了 後面的人怎樣上正總 後面的人都說 後面警察見人少了 立刻封鎖路 趕人走 後面的人龍未接駁到 我不是說他們留灣仔 是完全不對的 當然也有他們戰略考慮 他們的選擇 我亦尊重 但他們是否應該尊重 我們後面的人 上去正總 接回那條龍呢 而且上面正總也有朋友 留在那裏 希望留守正總 去做他們要做的事 做一些上訪的行動 問題是 我們後面的人接不到前面 前面的人想在正總 做甚麼特別的行為 都做不到 之前阿金英 都對這件事感到很不滿 大哥 在這裏等到花兒也謝了 竟然跟我說後面 是後面沒有人接不到上來的 約落分回去 那次我就慘了 我本來想上正總 爬下爬下爬下爬上去 竟然警察說不准路 不准走 很多人就遇到這個情況 最終爬上去 結果就遠 就回不了 就去不了正總 那就是 人民力量 他在灣仔靜著我 可不可以坐半條路 不坐半條路 即是只剩下半條路 讓我們走呢 這個可以事後和他們反應翻單 照這樣看 後面人民力量 後面有灣仔出發 後面有灣仔回到中文 都是 但由灣仔去中環 他中間都流失了很多人 但他們都是想 聽你這樣說 都是想 升門回你前面這批 其實 照這樣看 其實你們人民力量 和你們社民聯 甚至其他社民組織之間 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之後 合作的空間是有的 但當時是沒有合作的 我覺得你說 既然說拉長戰線 兩邊一定要有溝通 但很明顯我看回事後的東西 是完全沒有溝通的 大家 忽然間灣仔又說 我回到中環 後來時後 有一位網友跟我分享 正中警方下懷 就是由灣仔走到中環 一來人會變少 二來你走去理事力場 那個位是很容易被人圍的 即是 力量那邊那個戰術 我作為我認為是不合當 不合當 事後力量和你們 有沒有坐下來 一起談未來的行動 有沒有一些合作的結 暫時來說是我見不到這個情況 我見到的力量就是 不斷吸人進去 這個也是應該的 但他們和其他組織合作 譬如好像 我收到封 就說大舊和藝術公民罵得很僵 我覺得 抑文有時候 在網台上是人都罵的 你對於日後的合作 和其他組織怎樣談得來呢 但你們有沒有主動問他們 可否合作 始終他們都沒有 那麼社民連同力量 始終都是有些戒替 但為了以後的行動 即是不要那麼分散 會不會有些人主動 會去做一些和事佬 主動去這樣做 即不是一條業力 每樣的事合作 而以契機 我覺得 如果有一個行動 大家撞在一起去合作 那就可以了 即是契機 今次中國人最要面 拉不下領面 都是正常的 我個人看 又是有這些機會 即是713 有的 即是等於10日都有這些機會 等於我們也有個趨水會 都談談713這方面的情況 而且 713這些事情 未定 始終我個人看 人民力量和社民連 和其他社會組織 即是原則上是 和目標都一致 只不過是手法上 和策略上 大家是有分別 我覺得是有合作的空間 不過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社民連的小辣椒 下一集預告 就有人民力量的成員 是哪位 下一集就知道 好再見 拜拜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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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甚麼你? iRead 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 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密 和博物等等 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 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iRead 會不會 發生電子書內容 你不說 那一位 傾心 我只是說 你不說 你不說 那一位 你會再問 這位 你不說